你 能不能不要跟我话 瞎说话了 就聊聊天怎么了 怕他误会 得跟我来先上去 跟着啊 小李 这个房子很贵吧 妈 不贵 妈 你先进去吧 行李我拿就行 小李 上来喝茶 妈 他还有事呢 我等一下 你不要有事吗 你赶紧去吧 今天谢谢啊 走了 走了 有事啊 那下次啊 下次来 好 来 那个 您慢点啊 拜拜 那你这装的什么呀 这么扯 小李 您 搭把手啊 不要 好嘞 阿姨 等我来 等我来 来 阿姨 到了 我来开门 那阿姨 我就先回家了 阿姨等一下要烧菜 一块儿吃 没事 妈 她不能吃辣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没事 阿姨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就先回去了 没事 没事 阿姨在这里要住好几天的 随时欢迎你过来 好 那你有时间吗 就先 先走吧 去 去 阿姨 其实 我就住这儿 你们两个是对门 对 挺好的挺好的 可以相互照顾 也挺好的 缘分 你不还有工作呢吗 你快去忙啊 去吧 那阿姨我就先回去了 开门 好 随时欢迎你过来啊 再见 阿姨 再见 再见 这小伙子真不错 还是隔壁邻居 缘分深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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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不错呀 妈 你见人家第一面 你就看人家外表 还行 少废话 什么房产证不在你手里 什么房产证不在你手里 我这个店从盘下来到现在 一直都是在跟你对接 你现在跟我说房产证不在你手里 我这营业执照下不来 你让我怎么做生意啊 大姐 你冷静点啊 你叫谁大姐呢 你不能因为前两天这个装修的问题 你就一直拿这个事来为难我吧 我真没有这个意思 小姐 行行行行行 我退一步 这个墙我不动了 你把房产证给我 行吧 我都说了 这事我做不了主 你做不了主 那谁做得了主啊 我已经把房东微信发给你了 你跟他说吧 大姐 尊敬的房东先生 你好 我是周雅轩的租户胡雅妮 好 急脾气 来 长本事了是吧 香金香到一半都敢早退了 小朋友 以后有什么事呢 尽管来找姐姐 我看你是为了要 国民暖男老妈的联系方式吧 没错 不错 果然是住的大房子 没有骗妈妈 那当然了 妈 这房子又跑不了 什么时候都能看 我肚子有点饿了 你给我做点好吃的吗 马上就去烧菜 妈妈对我最好了 妈 你做这么多青菜干吗呀 我想吃水煮肉片 你去问一下邻居小李 你看他忙完了没有 喊他一起来吃饭 妈 你叫他干吗呀 人家把我们送回来 又帮忙拿行李 你不该请人家吃顿饭啊 哎妈妈 立刻 去 走 走 小这是 你jd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问你件事情 什么事 隔壁那个小李有没有处得下 妈 你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你俩不合适 不要给我打仗 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 你们又住在隔壁 多深的缘分哪 赶紧说 有没有处得下 有没有他看得上的女娃子 妈 她呀 喜不喜欢女孩 还不一定呢 你看她的睡衣 都是真撕的 比女孩都要精致呢 你说什么呢 小声点慢 别让人听见 那么好一个小伙子 好可惜啊 我想了一下 你说得有点道理 你看啊 可惜 她的头发 可惜什么呀 你说得那么光 这穿衣服的牌子 那么讲究 搞不好 她就真不喜欢女娃子了 对呀 妈 你就别惦记人家了 妈妈可不惦记她 我是担心你 你担心我什么呀 妈 我才二十三 你不会这么着急 要给我找对象吧 你想一下 她跟你住得那么近 妈妈怕你被欺负 不过 如果她不喜欢女娃子 妈妈倒是放心了 她对你呀 没得兴趣 就是 没得知 我得搞 我得搞 妈 你就 不想着催我吗 我催你干什么 我希望你幸福 找到一个 对你好的人 那万一我找不到呢 找不到 那就自己努力 自己给自己幸福 妈妈是离过婚的人 妈妈晓得 这个世界 哪个靠哪个 还不是得靠自己 我怎么觉得 那个小伙子 那个小帅哥 还是可惜 什么 对 对 对